大家好,我是绝命肥师朱教授 给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肥料大决战的四个种植袋的情况 上周分析过翻车的椰康种植袋之后 我发现在侧面种大蒜不是一个好主意 于是就把侧面的大蒜都调整了位置 放在种植袋的上层 留下了最下面一层的大蒜做观察 结果最下面这层的蒜苗长得非常高非常快 已经快超出摄像机镜头了 于是我就采收了一波 吃了蒜苗给它们剪短了 我有给这些植物喷洒小苏达制作的杀虫剂 目前没有发现有芽虫的痕迹 但是有很多真菌锐蚊在 不知道袋子里会不会有它们产的卵 胡萝卜的底部切口 我有用草木灰给它们重新消过毒 现在没有发现任何枯萎的现象 说明这个方法奏效了 蒲公英有在生长 长出了很多小的新叶子 但是感觉生长得并不快 相比之下胡萝卜英就是非常非常活跃了 从岩石摄影中看到 它们是一刻不停的在生长 我放的位置是没有封的 它们动来动去的 完全都是自己在蹭蹭的长个子 目前的四个袋子中 胡萝卜英长得最快 最好的就是屏幕右下角的那一袋 用的是较速蛋壳肥 我想这可能和蛋壳肥当中 比较多的钙有关系 最近我刚学到的一点知识 椰康这种吸附性比较强的材质 会倾向于吸附肥料当中的钙 用来交换 释放出钾和磷 所以如果肥料当中本身有很多的钙 那么可能椰康中也会释放出更多的钙和磷 而我进行对比的这四种肥料当中 只有化肥和酵素蛋壳肥是有钙的 又以酵素蛋壳肥当中的钙更多 我觉得这是那一袋长势比较好的原因 再看一眼水箱中的肥料 我用小木棍测量了一下水位 果然还是没有下降多少 现在已经第三周了 照这个速度下去 这个水箱真的能坚持两个月呢 照例从各自的水箱当中吸出一杯样本 我感觉这次样本都清澈了许多 我们看一下数据吧 目前使我感到担心的是PH 全部都在向8靠拢 尤其是酵素蛋壳肥 竟然已经到了8.09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按照现在我学到的关于椰康的知识 它表面是带负电盒的 会吸附带正电的钙和铭离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改变整体的PH值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在使用椰康之前 要做一个叫做充电或者缓冲的步骤 就是用含钙的水溶液浸泡椰康36小时 使椰康彻底变成稳定的状态 而我之前不懂 现在PH的变化可能就是没有那样做的下场 我可能会考虑将这些肥料全部更换一遍 再观察它们的后续变化 PPM这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NPK的各方面也是比较稳定 都有缓慢上升的趋势 尿肥这边稍微看出来一点点优势 它的各项数值甚至开始反超化肥了 好了 这是本周给大家做的报告 自来水 化肥 尿肥 酵素蛋壳肥 您觉得哪个会赢在最后呢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